那么什么叫做自然分批进场呢 自然分批进场就是 我之所以做第二笔单子 仅仅是因为我赢利了 或者我亏损了 就这种进场 这种分批进场的方式 那么是最普遍的 当然我们说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 我一笔交易亏损了 好补仓降低成本 那么尤其是在股票里面 摊低成本这四个字 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那么对于这四个字 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也是可笑的 令人吃冷的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一只股票从20块钱跌到了10块钱 那么我们在20块钱进的呢 那么现在被套了10块了 那好 那么你来告诉我说 那么你前面20块钱进去的10万10万块钱 现在被套了 还有5万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再进场 再进10万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成本就降下来了 降到多少呢 降到了15块 降到了15块钱 那这个时候呢 你成本就降下来了 那么价格再涨 不用涨到20 只需要涨到15 你就回本了 大家听 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呢 是有道理 是有这种是四而非的一种道理 是 他说的是事实 但是这种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我觉得他的害处比对我们的好处更大 什么害处呢 比如说这只股票从20到10块了 然后呢 我们补仓了 然后他又从10块到5块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补仓的又被套进去了 那么我们想 你补仓 补的有什么意义吗 补仓补的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要知道 我们之所以做交易 我们无外乎两个目的 第一降低亏损 第二增加盈利 对吧 那么你这个补仓 你降低亏损了吗 没有 增加盈利了吗 更没有 那你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你增加了亏损 你在10块钱进去的又被套了 所以这种分批进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只有他的害处 他的害处还有一个什么害处呢 还有一个害处就是 那么如果说你在10块钱进去了 好他反弹了 反弹到了12块钱 那这个时候呢 你10块钱进去的 你赚了20% 但是你前面那个呢 亏损还很大 后面的盈利不足以弥补前面的亏损 那这个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呢 很多人都会选择 继续持有所有的单子 然后最后价格跌下来 把所有的单子都套进去 也就是说是 我是从10块钱涨到15就解套了 但我从10块到15的这个过程中 那我就出不了单子了 出了单子 那么最终就被套进去了 所以说这种自然分批进程 也就是亏了就买进的这种加差方式 那么这是要严格杜绝的加差方式 同样还有这个 赚了就就买进 那你说我赚了就买进 这个是不是很合理啊 我赚了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我对方向判断的正确 那这个时候我买进是不是合适呢 也不合适 为什么呀 那么你已经有了一部分利润了 价格已经顺着你的方向走了这么远了 那么我们想他越顺着你的方向走 那么这个风险就越积累的越大 风险越积累的越大 那么这个时候你去进场 是不是风险就更高了呀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仅仅因为我们自己的账户利润 而无视这种风险的话 那么他的最终结果就会让我们大亏一笔 所以说对于这种就更不能进了 就更不能进场了 越顺着你的方向走 按照你的方向做单 风险就越大 你的盈利越高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风险就越大 那么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要加仓的 所以这种自然分批进场 是绝对绝对的不可取的 这种分批进场的方式是绝对不可取的 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一个朋友 在08年的时候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时呢 他因为一些原因做了外汇 但具体的过程我就不详细的说了 那么他当时是12万美元 一个账户 12万美元 那么他的实际保证金比例是1比4 也就是说最多做12手 然后呢 他在当时聘了三个操盘手 他每个操盘手给了他四手交易的权利 比如说你一个人最高到四手 那么三个人最高是12手 然后08年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那么在08年的时候 我们看 之前欧美一直是一个大长 一个大牛市 欧美当时从0.8一直涨到了1.6 所以到后来欧美下跌的时候 那么这四个操盘手是一致看多的 一致看多的 那么他们在这个1.53这里附近开始做多单 这个一致看多我倒可以理解 因为一般的人来说呢 就是熊市来的时候不愿意相信熊市来了 牛市来的时候不敢相信牛市来了 这是非常正常的 但这种这个地方进场呢 也是合适的 因为正好在前面的低点 但是他下跌之后 他们没有止损 反而加了仓 那么最终账户的仓位 到了12手 而我们看这一波下跌 在从他1.53进场 一直到低点 1.38 一个12万美元的账户就这样爆仓掉了 他爆仓是在某一天的上午爆仓的 那天上午 我正好去他家里 当时账户上还剩5000美金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5000美金也是钱 尽管想比12万美元来说 5000美金已经是很小的一笔数字了 但是他也是钱 我的意见是出来 但是那几个操办手说 那万一下一秒钟就反弹呢 然后我就没有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种自然分批进场的方法是危害非常大的 他能够让那些专业的操办手说出来 万一下一秒钟开始反弹呢 他能够让人无视市场 无视到这种地步 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种进场方式 我们是绝对要杜绝的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不要做这种分批进场的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赚钱了 或者亏钱了 就去加仓 仅仅因为自己赚钱了 或者仅仅因为自己亏钱了 就去加仓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们想一下 12万美元 就这样就没掉了 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还是我刚才所强调的 对交易的这种态度 我们一定要端正 我觉得你可以技术能力不行 技术能力不行 可以学习 你可以这个技巧 就是说交易 交易的技巧这方面有所欠缺 那这方面呢 也可以通过你的这个交易经验的积累来补偿 但是你的交易态度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你离开这个市场吧 因为你的结果只能是亏损 所以很多人说 那个你们那边这个做完会是吧 我开一个这个5000美金的户玩玩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来玩这个 我这是一个正式的事情 我这是一个生意 我不是来让你玩的 你要么好好的做 要么不要做 我觉得这种对待事情的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这种自然分批进场 这种仅仅是因为亏损或者盈利 而加补仓的方式 我们是绝对绝对绝对的要杜绝的 那么对于这种进场方式 我们是完完全全的否认的 那么这里说一下自然分析进场的定义 以及我们的态度 所谓自然分批进场 就是仅仅因为盈利或者亏损而加补仓 我们对它的态度是完全否认 绝对不要这样去做 那么第二种分批进场的方法呢 我们称之为资金管理分批进场 谢谢大家